完美的一天不单只要有元气满满的早晨 和好友在茶社欢酌一堂 更要有正确的健保计划 为你的健康补价护行 你不单只享有零腐费的医生看诊 听力、牙科、视力和普通药 还可以额外享有更多福利 中心健保令你以优惠价格获得更多福利 这是一个真正为你着想的计划 你可以放心将健保交给我们 中心健保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以你的健康为中心 联邦医疗保险年度转换期 即将结束 大家都知道 是今天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星岛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请你点击屏幕下方的 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的会员 将会享有丰厚的福利和礼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因为我们制造出来的问题 是我们与俄罗斯与中国处于战争的边缘 他说他知道我们也知道美国 即是说是很清晰的认知到 美国自己制造世界的危机 他说到台湾的问题 美国两党执行的政策 保持了中美50年的和平 因此任何改变基本结构的措施 就要小心了 今天改变台海现状的 其实是美国 不是中国 似乎美国当时一直以 整个太平洋就是他内海 将中国当作原住民 即是说要将他在自由区 自身自滅 不允许他出来 即是将太平洋封锁 这个其实是由奥巴马开始 搞回归亚太到拜登 都是一连串的政策 将中国想封锁 以及将他压低 经济不能继续增长 以及威胁到美国的世界领导性 拜登自从上场以来 都是一路制造动乱的 一个美国总统 他开始在欧洲 就是想一举消灭俄罗斯 这个其实是一个极度愚蠢 又是不知道大局的一个总统 他以为很容易撒低俄罗斯 只要通过乌克兰 向东抗章 将北日势力跟乌克兰结合 就可以逼到俄罗斯出手 如果俄罗斯真的出手 他只要控制他的经济 即是用封锁他的方式 不让他用美金 他就会经济崩溃 然后就会落荡 落荡之后 他就可以全力对付中国了 谁知道 所以想不到俄罗斯 始终是一个强国 不是因为你这些鱼以算盘 就弄得低他 因为他有很重要的硬通货 就是那些游戏 和那些大物小物 所以他是粮食供应 和能源供应的核心 你不用美金 他就要用奴比支付 或者用人民币支付 他一样生存下去 亚洲各国继续买他的东西 美国想截停欧洲买他的东西 炸起北溪二号 但结果害了欧洲 就要买很贵的游戏 就和美国买了 而又逼欧洲帮忙打乌克兰 在乌克兰打俄罗斯 谁知道打架都打不赢 其实有些常识都知道 俄罗斯有这么大的国家 乌克兰怎可以打得赢俄罗斯 他以为乌克兰只要有不弱的武器 或者有西方人造卫星的帮助 都可以一句打败俄罗斯 怎样不是 俄罗斯一样有卫星 有各种的装备 他始终功成略地 取得了大片的乌克兰的土地 而乌克兰在最近的反攻 亦是一筹莫战 最后都面临缺乏武器弹药 而各个都已经不想供应了 在现在欧洲 开始向右转 连荷兰也转成右翼 变成多数党 这些多数党的特色 右翼的特色就是不再帮乌克兰 荷兰很重要 虽然是一个小国 因为它是西欧的一个控制性 影响很大的国家 无论是经济或是政治 而且历史上 荷兰最早走的民主制 他的威尔姆 后来到了英国的William III 也在英国推行民主制 是一个民主开始的地方 所以荷兰影响很大 而意大利已经是右转 另外匈牙利那些 亦都向右转 令到乌克兰陷入困境 现在美国的右翼翼 是不肯再供应武器给乌克兰 所以这场仗 结果美国以为很容易赢 俄罗斯结果计算错了 结果是俄罗斯赢了 俄罗斯只要占据到 他拿了乌克兰的土地 他就赢了 而乌克兰似乎是一筹莫尽的 可以拜老头搞这件事 就是害到无数人死亡 只是唯一对美国有好处的 就是说他是很多军火商借钱买了很多武器 赚了大笔钱去救美国的经济沉窝 再加上很多资金由欧洲撤走 回到美国的美元加息 于是人们买回美金 令到美国度过经济危机 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害到欧洲各国陷入贫困和落后的危机当中 而且让世界因着这场仗 死了很多人 可以说拜老头这些做法 都造成了相当大的人道的灾难 然后到以色列爆发战争的时期 拜登也派了两艘航母船去 就是摆个局 就说我帮了以色列的了 但是估不到 因为以色列的狂军猛炸 是令到巴巴斯坦人的那些人道灾难非常严重 很多的父母 造成的悲惨性令到全球都有些愤怒 连西方国家都愤怒 虽然西方政府支持 但西方国家的人民大示威 可以说拜登就像是美国的威望大大的降低 而拜登上场以来一直都是制造世界不平衡 借着不平衡令到有战争的话 就让他的军火箱卖到武器 有什么危机发生 那些地方的资金就回到美国 令到美国有充足资金 应付他自己面临的经济危机 所以这些都是美国拜登造成的一些后果 然后他又全力想制造一个中国的问题 想逼到中国产生战争边缘的危机 这就是说在台海那里不断制造时端 美国现在被迫 他不成功才被迫逃 习近平见面 说了大家都不会打的 其实他没有任何让步 就是说大家不要真的打了 令到局势缓和了一点 而美国出的手段对付中国 第一就是制造分裂动乱 这个是拜登之前 就是香港的颜色革命 他说美国的智库台 幕后的Deep State那些势力 根本就是控制住 令到要搞乱中国的第一步 就是搞乱香港 搞乱香港 香港只要落入美国 控制成美国代理人的话 中国就很麻烦了 但是当然中国不会 让香港真的落入美国手上 所以颜色革命就失败了 另外他搞完香港之后 第二招就搞过新疆的种族灭绝 贫兇作了这样的说法 而所引述的根据 基本上都是样样都可以推翻的 都不成为根据 但是他说到今天还起来 因为他用香港罵中国 又用新疆来罵中国 另外在病疫的时期 制造一些假视频 去引发到一些人的不满 引起所谓的白肢运动 希望中国乱 怎知道又很快 中国解除病疫的封锁 即刻又没事 而另外制造台海危机 又叫那些美欧的议员去访问台湾 制造中国 如果真的打台湾 或者制造台湾 可能发生战争 美国又赚不大致 可以卖武器 和令亚洲的资金 撤回到美国那里 或者手段也是很独立的 而斯丹福大学其实 揭示了五年来 是有系统的 美国抹黑中国的一条战线 就是不断都要赶衰中国的 通过万几个假消息和视频 在全球传中国负面的新闻 并且将这些新闻 又找一些华人做了视频 撤回中国全弱 希望中国民心不稳 中国又没有 美国这么多招都弄不下它 而另外再通过战略竞争法案 2021年的S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就是撥每年最少3亿美金 是收买媒体和民间的网络 是传中国的负面消息 这就是制造中国的内部分裂困难 同时美国又制造了军事结盟 2021年9月 澳英美的军事安全合作伙伴的说法 2008年澳英美的四方安全对话 之后2021年声明 是要自由开放印太的远景 就是要印太的海 允许战艦到处走 另外是不断的军事演习起南海 第一岛链叫北约国的船 战艦洗迷泥巡航 2023年迫菲律宾 让美国是美军进入四个新的基地 另外在关岛又制造海军陆战队的新基地 再推日本军事化 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卫保障的战略 是撥3200亿的建军发展攻击性的飞弹和太空战力 布林肯、奥斯丁不断说中国想改变台海现状 其实是他们自己改变台海现状 另外在经济脅迫上加强关税 又迫荷兰、日本不是光刻机给中国 控制中国的晶片供应 另外压迫和民国断绝华为合作 另外制裁700多家中国企业 用经济脅迫中国 但是他才会说是中国的经济脅迫他 当时美国走了那么多招 但结果中国也应付成功 因为中国继续做好自己 很简单 你说你的 我只要我自己的经济继续维持相当的增长 中国的增长一直维持在五、六之间 美国也是二 英国差不多等于零 这些整体来说 中国的增长仍然是世界很腐足的国家 而且科技的突破 他自己做到那些7mm的晶片 现在你说5mm都做到了 可以说他是自己研发到 那华为再次突破 他根本控制不到 而那些的经济封锁 高关税又弄不死 在中国 因为那些人继续买中国 中国仍然是最好和最便宜的 在经济制裁上 没有弄低中国 在军事上做的那些东西 其实也是空殴 我想联盟到东南亚弄中国 东南亚人们都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他其实都没有利益给到这些国家 他只是拘捕中东上 拘捕中东、拘捕东南亚、包围 人们都不肯听 反而这些国家纷纷去找中国建立关系 因为中国的科技 起铁路、起工路 是相当的先进 而且又快速 中国是经过很艰苦的一个窮国 中国是逐步奋法向上 终于达致成为一个相当的附足的国家 而且科技相当的进步 技术的能力相当高 中国的确是很艰难的 我回到几十年前 回中国去看的时候 真的想哭 中国那时都落后到不得了 又窮又腐败 制度又不行 但是他很努力地改进自己 经过这么多年 他逐步克服他很多困难 中国当然仍然有很多困难 中国有很多问题 他还未克服得完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特色 就是他仍然努力改进自己 中国官员的质数 在过去曾经一度 都是很低的 现在很多都开始拥有高的学术地位 有博士学位、碩士学位等等 而且他们的能力 都是张高 因为很多都是在民间奋斗上来的官员 所以眼光是不同的 难得有一个这样的集团 即中海市形成一个这样的精英集团 来到共同统治 而且太空的发展 亦是一日千里 这样的集体统治的模式 是通过协商的方法 大家谈谈和通过大暴制的统一制度 能够发展出一个稳定的经济进步 科技又进步 而且人民受到教育越来越多 这样的发展的态势 美国要压制中国不成功 他一定要教自己 美国现在教自己教育 是不能培养出最一流的人才 中小学教育也是太自由 令人没有奋法向上的心 亦没有道德的自我承担 或者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反而是自我中心 自以为是的那种心态 所以美国文化走向衰亡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原本有崇高道德的美国 过去美国有道德和高的文化水准 但是他慢慢地转变为自我中心 自私形态的文化 自我中心文化 形成了美国文化走向下坡 而工业也是外流 工人生活水准降低 形成美国有很多问题 所以美国最需要的 就是检到他自己 在精神文化上的那种衰弱 才能让美国自己的范化自强 建立原本雄氏世界的美国